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元函数的泰勒公式 二元函数fx在P0这一点的领域内有n加一阶导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二元函数的泰勒公式怎么来得到 所谓泰勒公式 那就是这个函数本来在x0 y0 现在到x0加deltax y0加deltay 那么这个函数怎么样 函数就有一个增量了 这就是函数的增量 那么它等于什么呢 我们在一元维基峰里边 我们曾经介绍过 给质变量以增量以后 这个增量最后我们可以用多像式来进视它 多像式来进视它 这就是泰勒公式 当然有误差 我们那时候讲泰勒公式有两种形式 一种鱼像是比亚诺鱼像 高阶无穷小 一种是拉狼尔鱼像 对吧 两种 好 那么现在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讨论起来请注意 因为这是两元函数了 那么要讨论这个形式 这样一个 也就是它与它的一个增量 这样一个增量到底等于多少呢 我们想利用一元函数的泰勒公式来推导 来得出相关的结论 怎么做呢 这样 你看引进一个大F 引进一个大F 这个大F是X0加T点的X Y0加T点的Y 那么好 请注意了 也就是现在如果T等于1 T等于 也就是这一项 其实就是F1 也就是如果ΔXΔY 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一元函数 一元函数咱们有泰勒公式 对吧 就可以用一元函数的泰勒公式 大家还记得吧 大FT 对吧 这是一元函数的泰勒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出来 对吧 展开出来 关于T 请注意 关于T来展开 那么好 对吧 F0 对吧 加F1 再0Z点乘上T 记得吧 加F2 再0Z点T平方 除以2的阶层 再往下 记得吧 这么一个数字 带了公式 那么请注意 F0现在是什么 F0就是 F如果T等于0的话 这就是Fx0 Y0 对吧 如果我们这个数字写出来了 如果T等于1 Ft等于1 刚才我已经说 Ft F T等于1的时候 就是 就是 这一项 如果F1 它就是谁呢 它就是大Fx0 加Δx Y0 加Δy 对吧 这个就是F1 这个呢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Fx0 Y0 那好 如果我们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 写出相应的相来 那么最后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这个公式最后怎么样呢 你看 这个如果T等于1 也就是 这一项 加上等于F0 就是这一项 后边什么呢 后边是这些 这些当然看起来 应该说相当复杂 对吧 这个符号可能对大家说起来也有点 也会感到很困难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并不是 这个符号只是一个运算符号 运算符号 请注意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呢 这个符号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符号 前面那个K阶层分之一 我想大家不会有问题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公式里边本来就有 你看风格上就有K阶层分之一 对吧 这是二的阶层分之一 下面是三的阶层分之一 本来就有这么一项 关键是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Delta x 加上delta yk 后面是F 对吧 在哪呢 在x0 y0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这个符号如果清楚了就很好办 对吧 那么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运算符 运算符号 运算符号 对谁运算呢 对谁运算 对F 或者说对F作用 比如说K等于1 咱们来简单的看一两项吧 比如说K等于1 K等于1是谁呢 那就是一次方了 那就好 那就是只有这个扩符 作用在F上 那什么东西呢 就是delta x 这个符号 这个当然是delta x 就是一个增量了 这个是个运算符 这个独立的符号 光这么一个符号 应该说不是一个结果 它还没算出 还没运算的 应该对谁运算 对他运算 好 对他运算 运算好了在哪 在x0 y0 第二项呢 当然同样的意思 delta y 这个符号 对谁运算 对他运算 那就是 好 那第一个当然很简单了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 好 咱们看看K等于2 什么意思 好 那就是A2 那么这个是2 就是平方了 平方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运算符 要按照这个 这样一个表达式的平方 来进行运算 好 那么就是这一项的平方 那是谁呢 delta x 的括弧平方 好 这个运算符也要平方了 好 加上两倍的 delta x 乘delta y delta x 乘delta y 然后这两个运算符也要乘了 乘起来就上面 平方 下面 最后这一项的平方 这个东西作用在哪儿 作用在F上 好 第二项 两倍的这两相乘 这个东西作用在F上 又是二阶导数 但是是个混合片导数 第三项 这我想大家当然就明白了 在哪儿 在什么地方 在 x0 y0 先把这个符号搞清楚 对吧 那当然三次方四次方都没问题了 就当然 这次方越多 运算越复杂一点 对吧 好 那么余像呢 这个符号我也就不解释了 你看和那个一元的Long定理 是几乎一样的 对吧 不过呢 这个地方是N加一次 这个东西 请注意运算符 是个九导数的运算符 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在x0 y0 也不是在x0加点x y0加点y 在哪儿 在中间 这两点的中间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首先解释一下 就是泰勒公式 二元泰勒公式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由于用了联合号来写 而且引进了这样一个运算符 所以看起来表达式上不是特别长 不是特别长 但是这个式子呢 它的含义要清楚 下面请看 我们就N等于1 N等于1 你可以想一下这个式子里边 咱们也就只展开一项了 到这一项就完了 好 咱们看一看 N等于1的时候 这泰勒公式是什么样 N等于1 就是一阶泰勒公式 N等于1 好 一阶泰勒公式 刚才我其实已经说过了 这一项就是大F1 就是Fx0加Δx y0加Δy 对吧 这个右边的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就是大F0 其实就是 这个符号我解释过了 记得吧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就是加上Δx 后边那个运算符 就是对F运算 就是F对x做偏导数 在哪儿 在x0 y0 如果我们也可以把这个Δx写到后边去 dx 没错吧 第二项呢 这个运算符式对y求偏导数 F对y求偏导数 在哪儿 在x0 y0 dx y 这就是一阶泰勒公式 就是三项 但是还有什么 还有余项 余项 余项 余项在哪儿 余项在 这是二阶成分之一 这是二分之一 对吧 这其实三项 因为这是平方 这个运算符平方 出来三项 第一项是谁 F的二阶导数 在哪儿 在哪儿 我这个写在后边了 因为这个有三项 x0y0我就写在后边了 这是第一项 对不对 第二项 这第一项乘上deltax的平方 看到没有 第二项交叉相乘 加上两倍的 两倍的 F混合导数 对吧 这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混合导数 成谁呢 deltax deltay 再加上第三项 对y的二阶导数 deltay的平方 好 好 在哪儿 在 x0 加θΔx y0 加θΔy 咱们这个一阶的泰勒公式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就这么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其实只要知道这个公式就行了 怎么来的 刚才也介绍了 引进一个t 最后变成一个大ft 来解释到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介绍 二元函数的极值了 我们重点是讲二元 但是多元函数极值的思想是差不多的 在一个点P0 坐标是x0 y0 在它的某个领域里边 你看 这么一个不等式 什么意思 在这个小领域里边 x0 y0 它的函数值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和一元函数里边又一样了 其值实际上就是相对最值 小范围里边 小范围里边 它最大 小范围 对吧 多小 可能很小 可能非常非常小 不管多小 只要在很小的领域范围内 它是一个最大值 它就是极大 最小值就是极小 所以极值是相对最值 那么这个点呢就称为极值点了 极大值点或者极小值点 第二个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极值的必要条件 也是非常容易的 刚才我们说了 极值什么东西呢 小范围里边的一个小领域里边的最值 比如说 这是x0 y0 它是极值 也就是在这个小范围里边 它是最大值 好了 我现在我说下面 我们来推一个必要条件 大家还记得一元函数极值的必要条件什么吧 这个点如果有导数一定什么样 一定这个点是个柱点 导数等于0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这个点是函数在这个小范围里边的最大值 也就是极值 极大值 那么好 如果y不动 如果y不动 那在这一条 线段上 也就是x变化 y0不动 在这条线上 这个点 当然还是极值了 因为它在这个大 这个圆域内 它是最值 当然在这条线段上 它也是最值了 好 马上解决了 这个函数现在y0不动的 那么好 就是f 这是x的函数了 x的函数在这一点取得极值 它的导数应该等于0 现在这个导数什么 偏导数 所以马上推得 对x的偏导数等于0 同理 对y的偏导数也是0 如果取得极值 这个函数如果是可为的 其实只要可骗导好了 对吧 那么这一点的两个偏导数 一定都是0 那么两个偏导数都等于0的点 我们把它叫做二元函数的注点 这一条虽然简单 但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你去求极值点 你就不用满世界找了 对吧 在哪儿找 两个地方 当然这个函数如果可为的 那么这个 极值点一定在哪儿 可能在注点里边 就在注点里边 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可能 也有可能是极值点 什么 偏导数不存在的地方 它根本就没有偏导数 那当然 对吧 它不可能有这个必要条件 好 那么有一点要注意了 极值点如果可为是注点 反过来 注点是不是一定是极值点呢 未必 这个一元函数里也有的 记得吧 可导的这个点 如果导数等于0 它不一定是极值点 对吧 最简单 举个例子好了 Y等于X三次方 没错吧 在0点导数是0 但这个0点 它不是最大 也不是最大 不是极值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怎么样 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二元函数是XY 它怎么样 它你可以看 对X球片脑数和对Y球片脑数 在圆点怎么样 都是0 但是你可以想象 这个函数 在圆点 不是极值点 周围想一想就明白了 你在这个圆点做一个再小的圆 请注意在这个再小的圆里边 因为它是个圆点嘛 所以它的周围 就有第一向线 第三向线 第二向线 第四向线都有的 第三向线的这个函数怎么样 正的 二四向线的这个函数负的 没错吧 所以在这个圆点的 不管多小的范围内 它的领域里既有正的 既有函数字 又有正的值 又有负的值 所以这点不是极值点 那么像这样的就是一个反例 有必要条件当然很好了 我们就可以找出 说这个函数可能是极值点 但是呢 你知道它是极大还是极小呢 对吧 可能是极值 也可能还不是极值点 都有可能啊 那我们就需要极值的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呢 其实刚才我们干嘛要说一说太勒公式 二元太勒公式 挺烦的 对吧 咱们干嘛要说一说 就是因为要说明 二元函数极值的充分条件 假定函数在P0的领域内有二阶连续片导数 而且呢 这一点的两个一阶片导数都是0 请注意 那就它可能是极值点了 对吧 可能就是 到底是不是呢 咱们引进个记号 把这个三个二阶片导数啊 不有三个吗 一个是 对X的两个连续求两次片导数 对Y求两次片导数 还有一个混合导数 这三个在X0 Y0这一点的值 记住ABC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比方简AC大于0的时候 这个FX0Y这一点 它不是极值点 这个函数 这个值不是极值 如果比方简AC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点是极值 那么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 A如果大于0 这个值是极小值 A如果小于0 这一点是极大值 什么道理 为什么 看这儿 看这个式子 刚才我说了 其实咱们刚才讲二元泰勒公式 就讲一个N等于1的 就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好了 你看 那么现在有什么呢 F 根据这个条件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一项是0了 注点吧 所以这俩是0了 没错吧 这一项是0 这一项也是0 这两项没有了 那么在 请注意 所以在这个小范围里边 就是x增加一点 y增加一点 也就是在x0 y0的小范围 旁边 对吧 x增加一点 y也增加一点 周围 周围这个函数值 到底比它大 还比它小呢 比它大 它就是极小值了 比它大 比它大 对 它就极小值了 这些如果是比它小 这就是极大值了 那么看什么呢 当然就看 他减踏了 他减踏 这是0了 那就是这个了 关键就看这一项了 这一项正还是负 对吧 如果正 极小 负 绝大 不就完了吗 那怎么来确定 这一项到底正还是负呢 这一项请注意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式呢 平方 这个是个变量现在 Δx是变化的 这个Δx乘Δy呢 对吧 也是变化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 可以看似是两个变量 这个是比如说叫做U U平方 这个是U乘V 这个是V平方 所以这是一个二次三项式 你说对不对 二次三项式 这个二次三项式 咱们中学里 其实对二次三项式 咱们很会研究的 很会讨论的 符号咱们是 讨论的掌握得非常熟练的 可以说 但是咱们中学的二次三项式呢 是一元的 二元的讲过没有 中学里边 研究吧 不研究对吧 不研究 那咱们怎么动呢 这不 没关系嘛 咱们就把它变一变 这个是 请注意 我现在来看这个是 咱们看这个是 把这个Δx 因为Δx 请注意Δy 这俩不会都是0 都是0 就是这个点了 那不用讨论了 对吧 就是Δx或者Δy 反正起码 周围的这些点 只要不是x0 y0 在它周围的点Δx和Δy 起码有一个不是0 我们不妨假定Δx不等于0 好 这个上面这个设置 请注意就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 二阶层分子一 咱们写这二分子一 我把Δx 我把这个平方拿出来 理念谁了 没错吧 没错吧 这两个还在这个点上 没错吧 好 那现在 这个当然正的不用考虑了 那关键就是这个阔弧里是胜还是负了 阔弧里是胜还是负了 这就比较好 这又是二次三项 这是好了 为什么 咱们把这个叫做U 这就是U平方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U了 这就是常数项了 这个二次三项是要确定符号好确定吧 二次三项是确定符号很好确定吧 就看B方减4AC 中学里边一圆二次 对吧 二次三项是一圆二次函数 就看这个系数了 系数是谁呢 就是这个东西 那就是有个delta 中学里有个delta 判别式 有吧 它的平方 它的平方 F X Y 的平方 减去 四倍的 插成上 减去4 提出来 有吧 它的符号 它如果是 它如果是 比方减4 就这玩意儿 如果小于0 这个二次三项是怎么样 不变号的 不变号的 没错吧 谁确定符号 首项 或者说这项 看这项 请注意这两项肯定是同号的 想一想 这东西如果小于0 这两项肯定是同号的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这个大于0 大于0好 那显然这个二次三项是什么 这个括弧力是要变号的 变号你肯定不是极致点了 一会儿生一会儿复 你肯定不是极致点了 好了 所以最后去看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要看这个 这个东西 那么但是 有的科学也许会说 你这地方可不是常数啊 这地方是这个 后边有变的θ.x θ.y 对吧 有的时候说 你这地方有点偷换概念 对吧 咱们中学的讲的 因为二次 因为二次多项数 二次函数 那个细数都是常数啊 对吧 常数嘛 你要好讨论这个 对吧 最后你这个地方不是常数 变数 没关系 别忘了 我们这个函数是什么 连续的 二阶编导书连续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样 连续的 你在一点 在这个 在x0 y0是大于0的 在它的旁边怎么样 也大于0 连续 这点小于0的旁边怎么样 也小于0 所以这就解决这个 我们要确定这个符号的根据了 我们最后就得到刚才我们讲的了 这个如果小于0 那么这个符号 这个式子的符号就定了 这个式子什么样 符号和谁一样 和这两个符号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两个符号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这两个符号一样 那么我们就是a了 也就是a的符 如果是正的 如果正的 那么好 这个式子减下来呢 它减它这个东西将是正的 所以那它就是极小值了 如果a是负的 那么这个二次三项是负的 那么它减它是负的 所以它呢就是结大 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定号 变号的 对吧 二次三项是变号的 那说明它就不是极致的 极致的充分条件 这个思路呢 其实我已经讲了 这当然我们也 其实就是我刚才这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 关键一点呢 咱们是利用了二阶编导书的连续性 以及这个 中学里就学的 判别二次三项是的符号 如何判别 对吧 有个判别式来确定 下面呢 我们就来 举一些例子 举一些例子 例如 求函数 F 这是 F C C是个三元 三次 三次函数 三次函数 来看一看这个函数的 极致 三次函数 这是个初等函数 当然 而且是处处有这个 我们很容易求出它的偏导数来 而且一看就知道 偏导数肯定是连续的 对吧 好 C C对X求偏导数 一求 求出来呢 是三倍的X平方 减去三倍的Y 没错 GY 3倍的Y平方减去三倍的X 对吧 好 把这两个式子 连续起来 我们可以解出 解得 注点 那怎么解 他等于0 他也等于0 就解出注点来了 解出注点了 是吧 这很好解了 其实你看这个式子一看就知道了 三约料化 Y等于X平方 Y等于X平方 再到这里边去就是 Y等于X平方 就是X四次方 再减X等于0了 马上可以得出来什么呢 可以得出 对吧 上面是 Y等于X平方 好 从这个式子里马上做出来 X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X等于0 X等于0 还有X等于1 好 XY呢 一个是X等于0 那么Y当然是0了 还有X等于1 对吧 虽然四次方程 不根本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好 还有一个就是X等于1 Y也等于1 好 注点有了 那么这两个注点到底是其大还是其小呢 还不是其值呢 好 那就求怎么样 二阶导数了 非常简单 二阶导数就是他再求一次导数了 对吧 6X 对吧 混合导数 对Y求导数 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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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Y求二阶导数 6Y 好 现在考虑要判别了 判别了 对吧 判别呢 好 再两个点 再一个注点 再00点 00这个点 对吧 00这个点 好 那么请注意 这个AB 就是比方减AC 不是比方减4AC 有的东西说什么 4没有了 咱们刚才讨论的时候别忘了 这个地方有个2 对吧 等于谁呢 他的平方9了 这俩都是0 大于0 这个点怎么样 非极致点 对吧 另外一个点 好 那么这个点就是9了 减去 这俩是1 那么这个点显然是极致点 对吧 而且呢 请注意A怎么样 这点是1了 A大于0的 好 这点为 解 小值点 最后呢 我们要讨论叫 最值问题 最值问题 最值问题呢 就是这也是我们在 在这个维基峰里边一个 最经常讨论的一类问题 因为这 而且这种问题呢 也是我们在维基峰里边 常见的一类 有应用 有应用性质的一些题目 在这个地方出现 有的地方我们不大有应用题的 对吧 有些单程的计算比较多 或者有点小的证明题 这个地方呢 有应用题 有连续实际的一些背景 那么讨讨论这个最值问题 一个原则就是 可为连续函数的最值 在什么地方呢 要么在定义欲的内部 要么怎么样 要么内部是什么 一定是注点了 内部有可为的嘛 你是最值一定是极值 所以一定是注点 还有什么可能性 边上 边界上 边界这个地方 可能不一定是注点 这个可能也是极值的 最值渠道的地方 所以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内部的注点 或者是边界点 那么如果我们讨论实际问题的时候 讨论实际问题呢 如果事先根据这个实际问题分析 这个最值一定是在区域内部渠道的 区域内部 而且呢 注点又一个 好 那我们就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要再讨论了 就是根据我这个问题 你肯定有最值 要么比如说肯定有最大值 对吧 而且不会在边上 肯定在内部 那么好 这个时候 如果求最就一个注点 那么肯定就它了 下面看一个小 先看个小题目 在半径为R的圆当中 求面界最大的内界三角形 边长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怎么样 将用多元函数的极值的方法来求它 这是一个半径为R的圆 半径为R的圆 那么里面有内界三角形 内界三角形 这是圆形 咱们怎么来做这个小题呢 你假定 假设 内界三角形 三角形 它不有三个内角吗 分别为X Y 还有一个什么样 不用设计了 还有一个什么样 Pi-xy -xy -xy -y 好了 那么下面 请注意了 我说我们就可以这样 把这个三角形如图子这样的 分成三个小的三角形 三个小三角形 三个小三角形 这个小三角形 为什么这样做好呢 这个三个小三角形 如果这个角是X 那么这个角就是什么 2X 如果这个角是Y 这个角就是2Y 那么当然这个角就是2Pi-2X-2Y 但是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小三角有什么好处 这个边长都是知道的 也就是两条边知道 还有一个夹角有了 那就咱们就很容易利用中学的知识 来写出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了 好 折 对吧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S 它是谁的函数 是XY的函数 等于谁呢 好 三个 对吧 这个大家肯定知道了 1 2分之1 三角形 比如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什么的 两条相邻的边 两边 那就是R平方了 然后是SineRX 没错吧 这个呢 当然 R平方才能提出来 加上Sine2Y 对吧 这个呢 也同样 对吧 Sine2倍的 Pi-X-Y 好了 那当然下边就简单了 怎么样 偏导数 就注点嘛 那么 当然非常容易 第一个 1 2分之1R平方常数 这个东西对X求偏导数等于cos 2 Sine2X 然后有个2到前面去 2 约掉了 还有后边这一项呢 别忘了这一项 这里边有X 那就是 那其实这个请注意 这个 这个2Pi其实是个 就可以 其实就是 它其实就是Sine-X-Y 但Sine是七函数 就是减去SineX加Y 没错吧 那就是减去 减去 对吧 2X加2Y cos 对吧 2X加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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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2呢 外面约掉了 那么 那么SY呢 同样是R平方 对吧 这一项 cos2Y 这一项呢 对吧 2Pi去掉了 这个符号拿出来了 所以它是减去 cos2X加2Y 就是注点 非常容易 对吧 这两个怎么样 相等了 cos2X等于cos2Y 其实就 有cos2Y x等于cos2Y 就能推导出怎么样 x一定等于y 为什么 想一想 对吧 好 那就推出x等于y x等于y 好 那么 x等于y 然后 然后带到这个 这个 别忘了 这三个脚 这三个量加起来 等于多少的 等于Pi 等于Pi 那么好 我们马上就可以导出 x等于y等于3分之Pi 那么当然了 它是不是最大值 还是最大值 还是最小 是不是最大值呢 想一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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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